今天太開心了 我們現在人在什麼地方呢 永和那個好像是永福橋 過去就公館那邊去了 在橋下跟我們的網友碰面 我們的小林 小林 哇 穿粉紅色的 騷包 今天他是開什麼車呢 就是這台Toyota CC 目前台灣汽車銷售市場 最猛烈的一台車 要來體驗一下我們這一台 Nissan的Kicks有沒有開過這台 從來沒有 你買CC的時候沒有去看Kicks嗎 我太衝動了 太衝動了 所以今天想說來事後補償一下 看看到底有沒有買錯是不是 對 試試看 總是這個可以 我已經買了不要想太多 老婆都娶了不要再想以前的了 那我們先從外觀看起 你這台是什麼年份的 2021年四 2021年四 所以大概是一年左右的時間 去年9月 9月嗎 跟我這差不多 我也是21年買的 我這台是21年的車子 然後我上個月租的 這個月上個月租的 所以我們是同年份的 那你看這個 好像新的這邊改 不是這種頭了對不對 有改了對不對 G-R版 G-R版對不對 看起來可能是比較年輕化是嗎 對 不過這樣子的設計也是有人喜歡 就看你個人 那你這是什麼版本的 汽油豪華 豪華的 所以是最入門的意思 是中間的 中間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這個沒有霧燈配置 然後 好像這個是魯素燈泡是不是 也是魯素燈泡 但是它有魚眼的配置 像我之前租的那一台 算是油電板 它這個地方就有一個藍色的 而且它的日行燈很漂亮很銳利 這個就比較入門一點 然後汽油版就是黑色 然後油電板就藍色 那車頭其實也是蠻有殺氣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這一台 小林 跟你介紹一下 這台是我跟格上租車 訂閱是三個月 所以三個月換一台車 不用擔心 盡量踢下去 哈哈 這個車頭就是它 最新世代日產的設計與惠 所以這叫VMotion 現在新的日產 最多人喜歡你就這個車頭 然後我們這台是頂配板 所以它是LED頭燈 但它的日行燈是在下面 比較有一點像是小燈的感覺 是乳素燈泡 然後我這台是有霧燈的 你那一台沒霧燈對不對 贏了 哈哈哈 那我們看一下側邊 我們側邊因為這是CUV 所以它這邊都有防刮材質 那我這個是17吋 鋁框是雙色的 你看你的 萬年不變的Toyota 你這個就是標準Toyota鋁框 但是你也有輪浮這個防刮材質 但是從這個側邊防刮材質可以看到 它比較簡單 幾乎沒有什麼線條 但你看我們的 上面還有四板 然後你看我們有車頂架有沒有 你一台沒有 所以你的側邊感覺比較單薄一點對不對 然後也沒什麼線條 我們那個有一條折線有沒有 所以看起來我這一台好像側邊感覺比較 然後比較流線對不對 比較有線條 然後我們這邊還做一個懸浮式的車頂 哈哈哈 最流行的 你這個多了這一片而已對不對 哎 奇怪這個不是鍍鉻的嗎 在高階一點 高階才是鍍鉻 一般就是塑膠的就對了 黑色塑膠 好哦 那我們看一下車尾 兩台車的車尾 大概是這樣 那CC我們之前就有很多人分享過 CC就是比較樸實 比較單調一點 那他這邊沒有一個壓尾 比較平一點 我們那一台你看看 有沒有 這翹屁股的感覺 翹臀 然後整個 哎 壓尾 整個看起來是比較動感一點 還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他們的行李箱空間 來來來這個 開一下 哎 平時的使用情境是什麼 有載貨嗎 嗯 比較少 比較少 載汽車座椅跟 嬰兒推車 小朋友的東西就對了 來來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一根大概一公尺左右 一米左右 來插進去 哎 差不多進去 差不多剛剛好 可以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當然也是要來 稍微介紹一下 德國藍寶的 真無限吸塵器 兩段的吸力 吸力非常強 買一根來清潔一下自己的車子吧 右上方有優惠連結 或者是參考第一則留言 貢商服務結束 哈哈 有需要的請看一下 哎 那我們來用這一支哦 來來來來 試看看你的 哎 開著開著 哇 真的很多東西 而且你有這一根 哈哈 有這一根 感謝他來分享 所以 送他一支 但是其實感覺是差不多 深度好像差不多 好像你的大一些 寬度也比較寬一些 所以行李箱空間 這樣我們用目測的 感覺你的好像比較大 還是你可以搬一個 去我那邊看看 哎好啊 搬一個好了 安全座椅 安全座椅 好 來來來 不能夠進去 哎好像也不錯 所以我們一直有一種感覺就是 兩台車的行李箱空間差很多 實際上好像沒有差異太大 好像還可以 你這樣看起來有差很多嗎 沒有到差非常多 但是也 側邊的地方 感覺就是他的寬度沒有 他的寬度比較寬 對 感覺哦 好 那我們這個行李箱空間 比較完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空間 來 前方 這是你的坐姿對不對 好 那你坐那邊 我坐這邊 先來看一下他的門板用料 這都是塑膠的 哦 有沒有 這個軟質塑料 來 先摸一下他的皮 哦 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像老婆的皮膚 哈哈哈哈 我們坐進來 哦 真的是 坐在沙發上面的感覺 嘿嘿 還不錯對不對 蠻舒服 蠻舒服 那前面 這個是 小玲的坐姿 那我們的腿部大概只剩一個拳頭哦 哦 大概是這樣 啊你咧 差不多 這個是我的坐姿 嘿 差不多這樣 一個差不多 對 一個拳頭 坐姿感覺 好像比較挺一點點 那寬度好像也還好 我們兩個這樣做哦 可能在做一個小女孩還可以 但是男生的話就沒辦法 然後看一下他沒有後方冷氣出風口 他也沒有中央扶手 哦 那我們去看一下你的好了 走走走 哎一樣坐你的後面 好 你坐這邊 我坐這邊 哦 CC 好 懷念的感覺 哎 我們來看一下門板用料 哎 這都是軟的了啦 還有這種皮革的感覺 嘿 CC贏了 摸一下 哎呦 這個雖然不是少女 但是也是少婦 哈哈哈哈 摸起來感覺也不錯 好 這就是你的坐姿了 你的位置 我的位置 哦 哎 好像差不多 但是你的椅子好像就是造型很多 這個是 哦 然後 好像比較躺 對不對 斜度 哦 所以比較斜一點 傾斜度 然後感覺也寬一點點 這個再做一個 你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沒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我感覺好像有寬一點 而且我那個好像沒有這個對不對 哦 對 好像 嘿 我這沒有這個 所以你這個坐兩個人的時候其實還蠻舒服 舒適的 啊這個 其實兩台車坐兩個人是比較剛好 坐第三個人都比較 嘿 一樣擠啊 對 一樣擠 但是 哎 感覺他那一台的坐姿比較高 你有沒有覺得 所以他那一種好像是他們講的巨院式的 哦 由上往下有沒有感覺 那這個是比較沈一點 所以你看不到 你看前面就被這個遮住了 嗯 看不到 哦 但你有中央扶手 也有後方冷氣出風口 哦 那我們去看一下前座的配置 走走走 哎 一樣支援Keyless 哦 摸一下這個 一樣都是軟質塑料 哦 啊你這怎麼貼這麼多貼紙 嘿嘿 這個原廠他沒有燈啊 所以很 很多人會 會找不到那個按鈕 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整個配置 哦 打開 他的儀表板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我那個好像他液晶的範圍比較大 對 哦 然後這個是車機是車美式的嗎 不是 不是 你自己裝 哈哈哈哈 哦 他比較往上提一點點 啊 我們的車機比較下面 哦 然後這邊是軟質的 哦 但這邊上面也都硬的 尤其是被最多人公幹的龜殼 哈哈哈哈 然後安座的部分是這樣 哦 其實也蠻簡約蠻好看的 哦 然後 他的方向盤 哦 按鈕超多的 哎 那我們去看一下我們那一台好不好 走走走 啊 你坐這邊 我坐副駕 哎 哦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門板哦 跟後座一模一樣都硬的哦 雖然他有努力的想要做一點層次有銀色的 但是 好像 我們啟動他 他的啟動按鈕在這裡 在這裡哦 中間很很跑車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怎樣 那他就中間看動畫 我們這就硬了有沒有 哎 有沒有很像進口車那種FU啊 你看 很多的這個顯示都在這邊耶 然後中間車機 你那個車機在這邊 對 我的車機在這裡 但有些人覺得說上面就視線看起來比較 比較好 但是如果是在下面你你等於你這樣看 你必須往下看有沒有 所以可能比較 然後 然後這邊 單區橫溫空調 你那個好像也是 也是單區的 對 然後 安座的部分是這樣 然後 你那個手煞車是用腳踩 這個用手拉的 你那個是軟的 那這個感覺是包皮的 沒有閹割掉的包皮 哈哈哈哈 那我的方向盤 新世代的 Central Atima的方向盤 帥不帥 不錯啊 然後整個大概是這樣 不過外觀內裝 見仁見智 實際還是要看開起來的感覺 我們實際上路去試看看好不好 我們就 Let's go 或者是經有推出方向的空氣 13級的HEPA濾網 讓PM2.5無所困窄 絕對不是坊間的負離子發射器而有 原價1490 現在只要890塊 就能讓你不管是室內 或者是車上呼吸新鮮空氣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哦 哦哦哦哦哦哦 剛剛哦 就出去繞了一圈 然後開了我們小林 Kobayashi 最熟悉的路徑 大概附近的路 你大概熟悉人都繞過 市區道路 還有這個剛剛 比較屬於這種堤防的那種路 開的比較快一點的感覺 然後市區 車座的地方也有大概開了一下 大概平常熟悉的都開過 那現在就來分享一下 你這一段時間 我們這個相處 跟這一台 Nissan Kicks 相處的這種過程的一些心得好了 我們先從外觀 我們這一台車前中後 前面中間後面 你最有印象 最喜歡的是什麼地方 前面吧 前面就那個車頭VMotion是不是 對啦 那你那一台ToyotaCC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地方 你是前面嗎 好像找不到 其實外型真的找不到 真的假的 所以其實你覺得我們 Nissan Kicks的車頭 你還比較喜歡一點對不對 不知道啦 所以兩台車外觀 你覺得 Nissan算是比CC成功一些 是 不過外觀見仁見智 其實也有些人覺得CC 看起來比較耐看比較保守 可以看的比較久 我們這一台 這個很年輕 流線型的 年輕人就喜歡 小林看起來就是年輕人 像我這種老徽啊 我喜歡的可能跟它不一樣 我喜歡有一點年紀 歲月的痕跡 外觀見仁見智 那空間的部分 剛才一開始 其實我有CC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CC的空間 行李箱空間好像比較大一些 但是今天這樣比較下 好像沒有差異很大 但我有時候會送一些文件的時候 可能就有差了 差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差 至少寬度的部分 CC是表現比較好的 這個好像旁邊有遮蔽有擋住 所以好像是比較 稍微的小一點點 寬度的部分 那後座空間呢 後座空間 我覺得可能差不了 可能有啦 就是西部空間有差一點點 西部空間 因為我那台車的椅墊 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的腳是可以插進去的 椅墊比較高 腳是可以插 後座的腳可以插進去 我們這一台不能插進去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深那麼直的 所以後座的乘坐的舒適感 你覺得CC是比較好一些 但是這台CX的椅墊 真的太舒服了 椅墊就是這個摸起來 3D紓壓椅 這個沒話說 買沙發送車的車子 浪得虛名 怎麼可以讓你浪得虛名 是不是 所以真的坐起來比較舒服 但是坐姿 還有整個乘坐的空間感 你覺得是CC比較好 所以它真的只有椅子贏而已 我自己覺得 自己覺得 然後它這是劇院式 你坐在後面是往 比較沒有那個遮蔽 你那台就是剛好 頭部就是前座的椅背 會去遮蔽到後座的視線 對 這個視線上是比較後座的部分 那前座 就是在內裝的部分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內裝部分 我覺得這個吧 這個很有質感 你說這個質感非常好 那像這個地方 我可能就用遮光電把它遮起來 遮光電遮起來 什麼意思 因為這邊是硬的 所以你用遮光電遮起來 這邊硬的就 眼不見為近 對 我喜歡你正向的想法 沒辦法客服的話 我們就想辦法接受它 然後儀表板還有方向盤 方向盤 方向盤 我覺得我蠻喜歡這種平靶設計 因為我個人比較快一點 我的腿比較粗 如果說是圓的時候 變成說我必須要這個 再稍微上去一點點 平靶就蠻舒服 你看我腳就不會卡到 不會卡到 OK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整個 從冷氣的這個地方到這邊 你覺得 我覺得這個螢幕有點小 這螢幕有點小 有這麼霸氣的車機 然後就配一個單車的螢幕 感覺有點 真的 OK 那這就是我們小林的 對於內裝的分享 跟CC比較 當然最多人想知道 兩台車開起來的差異 你這樣子這段路這樣 好路壞路都開過 你覺得這台車的動力 跟它的CPT變速箱的配置 你覺得跟你那個差異在 因為對我來說 我開車本來比較不會激烈的吵架 所以這台動力其實 就可以滿足我說實話 但我不喜歡太動手的方向盤 它的方向盤比較重 對 所以你在市區在轉的時候 你會覺得要出比較多力 對 你手是很沒力是不是 手無負極之力 這是習慣的問題 習慣過了以後就OK了 然後它這個方向盤 剛剛也有聽你在講 我這個有包皮 你的沒有 你的是塑膠的 很滑 很滑 OK 所以開起來的感覺是 你覺得這個比較重手而已 剩下的都差不多 兩台車差不多 握起來 我覺得比較好握 比較好握 開起來的動力 你覺得都差不多 動力的部分 像加速的話 一定是我那台車 你那台比較有力 對不對 你那1.8的 那這個才1.5而已 CBT換檔的感覺呢 CBT換檔感覺 我覺得 那台比較順一點 那台比較順 這個會忽然有一種 對 頓挫或爆衝的感覺 跟我之前看那個CORPLUS差不多 有點像 兩台都是 育龍中華 育龍跟中華 好像都是JATACO的變速箱 所以理論上應該開起來 調性會比較像一些 對 那操控的部分 操控的部分 我覺得這台車算是蠻輕巧好端 好端喔 但是其實我覺得 因為那台的方向盤比較輕 所以對我來說 像這邊比較窄的巷弄 其實我那台都過得了 這邊是永和很多小巷弄 那一台比較輕鬆操控 這台比較重 叫你練 平常要練手臂的力量 你就不信 OK 好 那剛剛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聽了我們小林的分享 那最終我們還是要來個 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小林你講真心話 讓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車主 想要看一下這台車的車主 不會冒險買錯車 尤其你又是他的死對頭 死勁敵 嘻嘻的車主 你的分享很重要 所以你要講真心話 假設再回來 你那什麼時候開的 什麼時候買的 去年9月 2021年9月 開到現在大概半年多 快一年了 那開了多少里程 大概1萬出頭 1萬出頭 所以假設你再回到去年9月 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境 一樣有這個小孩子 有老婆 你就會選擇Toyota的CC嗎 對 一樣會選擇ToyotaCC 好 那你會推薦大家哪些人可以考慮你上Kix 哪些人 就是比較在意外型的 外型 所以你還是覺得他最大的賣點就外型 帥 省油 還有省油 誰不想要省油 我也想要省油 如果可以帥又省油 該有多好 對不對 這一台就是 但是就是每個人見仁見智 因為他有時候會載一些東西 所以你對空間對你來講也是很重要 當然 然後再來就是你那台有完整版的TSS2.0 我那台是閻割版的 閻割版是怎樣 你那30 但是我覺得也蠻夠用的 你那個還有車道至終 這一台只有嗶嗶叫而已 你剛剛有嗶到嗎 也沒嗶 也沒嗶到 太小聲了 沒聽到 那個嗶的聲音太小聲了 我都有時候被忽略 就是你那一台有 沒辦法再選配的東西 比如說這些環景啊 或者是盲點這些 或小燈啊 大燈都可以去改 但是TSS就沒辦法 ACC這些都沒辦法 所以這一台呢 就是比較可惜的是這樣 不然其他地方呢 就是大家開起來各有優缺 但是沒有ACC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敗比 那就是整個開下來 這是小林的一個分享 那他最後還是會繼續選擇ToyotaCC 那我們期待有更多 這個差不多級距的車主了 比如說Kona或者是馬自達CX30的車主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你對這台車的看法 Nissan QS的看法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感謝小林 外面的空氣實在太髒了 PM2.5充斥 只能用大型的空氣清淨機嗎? 災然哥家的廁所最近增加了這個寶貝喔 分享給大家 這是旺德電通最新發表的 車用及家用空氣清淨機 這一台空氣清淨機有什麼不一樣呢? 首先它可以打出1200萬個負離子 再加上它有13級的HEPA濾網 可以有效的過濾PM2.5 兩段的風速調節 根據你空間的需求快速去除分解意味 下方還有獨特的托盤設計 可以放入你喜歡的香香片或者是精油 吹出芳香的空氣喔 13級的HEPA濾網 讓PM2.5無所遁形 絕對不是坊間的負離子發射器而有 原價1490現在只要890塊 就能讓你不管是室內或者是車上呼吸新鮮空氣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喔 贏水流 裝置 装填 夾 衣浜 平衡 填